欢迎收看本期产自科技 我是李维泽 在FightX和NEX发布之前 华为P20系列和小米MIX24 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高端旗舰机 虽然小米MIX24搭载的小龙845性能更强大 但是华为的P20系列显然更吸引人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更关注相机 刚好华为P20系列相机被专业的评分机构 给出最高的分数 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但是在FightX和NEX发布之后 非常受欢迎的华为P20 Pro 突然变得不再让人关注 拍照的焦点也已经转移到了前面屏设计上 在FightX和NEX发布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数不清的刘海屏手机 因此突然出现不使用刘海屏设计 并且屏占比非常高的手机 自然成为了手机领域的网红 在我看来 VivoNEX在很多方面表现都比华为P20 Pro好很多 比如发现的超大运存 对于安卓手机而言用系统本身的问题 所以只有更大的运存才能把手机流长度维持更长时间 而且经过Vivo对游戏的优化 NEX在游戏体验方面更加出色 可对于很多玩游戏的小伙伴来说是不可抗拒的 最后是屏幕指纹 这是华为P20 Pro所没有的 因此VivoNEX带来了非常好的技术和用户体验 另外VivoNEX相比P20 Pro价格更低 在全面屏潮流中 当然更多人喜欢VivoNEX 各位小伙伴认为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最新有趣的数码资讯 请关注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